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世尊 众生要到何时何日才懂 才会帮助自己 不瞒你们 恩师在帮助你们 也有一点累 而且我一直老了 你们要记得 我已经老了 懂不懂 你们一定要帮助自己 有没有听到 你要找出出家人 这么用心来帮助你们 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是全面的 刚才说在帮助这些知识 都是全面的方法 所以你们千万要记得 因为我来这里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才会讲出这样的话 所以你们不要把恩师讲的话 当作耳边风 你看他们都很在乎书讲的话 今天才能够再站在这里 反正早就这样这样 所以你们要学 学师兄他们 懂不懂 你看刚才台湾那一个也是 不然在highway上面就这样了 一晕嘛 不舒服 一瓶就走了 所以我很记得我在阿罗斯大 KIA 拜良皇的时候 有个太太来跟我请话 要用她女儿考试 我说你女儿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看出她一个儿子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说那个有障碍 那个有障碍 叫她来明天来归 她跟我说没得空 我就愣住了 啊 糟糕 她有死结 跟我说没得空 哎呦 我很忏悔 听不懂我讲话嘛 我又不方便说她有死结 我不能讲了 我等一下讲 已经太多人都说恩师 耍神通 我不能讲太多 所以你们知道恩师很苦 懂不懂 我看人家有死结 又很难过 要讲太清楚 人家又说我耍神通 等一下要偷骂我 一偷骂我的人有业障 懂不懂 所以有时候我不大敢讲太多 所以因为我有忙 那个妈妈又听不懂我讲话 叫她带儿子来归宜 又没有 谁知道我隔年来的时候 她第一个来找我 她怎么跟我说 你知道吗 是我 我儿子在highway上面 死掉了 她硕士毕业 在做工程师 所以师傅在讲话 你们要注意听 有时候我不方便 讲太清楚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不能讲 但是我又不喜欢看到发生 有没有听到 你没有修福德啊 所以我看到那个妈妈 就很伤心 我已经跟她讲得很清楚 带孩子来归宜 她又跟我回答 没得空 又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已 所以恩师讲话 你们要千万要听清楚一点 记得 我一直老了哦 你们要记得 恩师二十年来无焉无悔 不瞒你们 恩师有时候要来这里 那个飞机都在天空 晃来晃去 我都不怕死的 恩师是这样来帮助你们的 所以你们要注意 懂不懂 所以你们要注意听恩师在讲话 你如果听得懂 是你的福气 你看刚才那个爸爸 是他的福气 他听得懂 因为他很诚心感应 所以你们要帮助自己 好不好 恩师道理讲给你 你要跟我配合 所以你看师父每次还回向这么多功德给你们 所以美国那个太太 她一看到这么多功德 她说哇 不可思议 她又跟我配合 她现在还活着 不然说要跑去越南玩 她不知道她已经快要这样 我又不方便跟她说你快要死了 我只跟她说慢一点慢一点 你不可以去 先用功 很多人我觉得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 很忏悔 各位同修 所以恩师很爱护大家 希望你们要保重自己 好不好 尽量鼓励亲戚朋友回来拜水灿 好不好 忏悔业障 你恩师很忏悔 跟你们结了很深的言 所以呢 再怎么样 还是会来到这里 你因言就很难说嘛 所以我说我一半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人 懂不懂 二十年来留意日人 所以希望大家要用心 我看到你们 一切还好 很安慰 但是身体要注意 好不好 所以今天 所以师父给你们这个慈性 回去不要丢掉 看清楚 你们就知道恩师怎么在帮助众生 这样懂不懂 恩师的心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书没有的 再去外面拿 好不好 这个书看完不要丢掉 你看有一个他妈妈是cancer 他拿这个书回去看 在医院 看好 他把它放在桌子上 既然在那个晚上 这个书光很亮 他想起来怎么亮 原来里面有地藏菩萨 所以他们都把这个书很珍惜 把它放了好好 所以在国外啊 有人把书的《威以地藏菩萨音言》在报纸每次看 看完了啦 看完了 他们尊敬这本书 这样懂不懂 所以希望大家要把握自己 要用心 好不好 好不好 起立 恩师没有什么分给你们吃 就是那么一个糖果 水的 吃甜甜 祝你们平安大胆子 懂不懂 跟其他的师兄一样 哦 让你事业顺利 花财好不好 花到财 不能随便乱乱花哦 一定要照顾家庭 照顾事业 孝顺父母 对家里的人要好 钱财不会搞丢哦 好不好 好 这是恩师为你们所祈祷的 所以师父看到你们一切很顺 好 开心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用心 所以恩师今天在这里 为你们介绍地藏菩萨的伟大 我们在这时候 非常感念大慈大悲地藏菩萨 很伟大 所以我们一切功德 好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富姬以切 富姬以切 我等以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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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共成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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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番消息 晚安 我和你既面做了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